23號晚上9點 交頭黑幣手拿雙槍衝進民宅 朝老大GAME文就是一陣狂轟 連開9槍 老大全身共16個彈孔 送一補至 黑幣行凶後離開民宅 他身上還穿著防彈背心 態度從容 像是要來同歸於盡 之後轉頭把槍放在地上 隨後開著黑色休旅車 直奔台南試行大頭案 而16號發生的停車場碾殺案 最後一名在逃的徐姓男子 早上6點多自行到5分局頭案 從碾殺案到槍殺腳頭案 一共7個人全數落網 其中涉嫌殺人的黑幣 更被檢察官申請羈押禁件 連續犯下兩起這個殺人案件 認為他有反復實施殺人犯刑之餘 所以也有以這個理由來 向法院申請羈押禁件 碾殺小弟槍擊老大 兩大刑案看似落幕 但也引發網友討論 安平武奇三大腳頭勢力 恐怕大洗盤 腳頭根文已經遭槍殺身亡 另外黃姓里長 綽號寸球 也因為李矮勢力見衰 剩下綽號土姬的林姓男子 和綠營關係良好 2019年曾任台南市農產運銷總經理 恐怕成為安平武奇的最大勢力 和這掃黑才要開始的台南市長黃偉哲 更被眼尖網友發現 曾到土姬開的水產餐廳用餐 兩人還同框合照 但現在市長卻喊大掃黑 是喊喊口號 還是真的為治安打拼 更引發網友 另一波討論 就要來關章台南報導